接下来有请下面一位非常少年新建人登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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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前辈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节目 在我就是说错某些话的时候 很希望可以得到 老师们的一些鼓励 就像此刻 我希望得到老师们的掌声 加油 加油 今天我要推荐的 这位非常少年呢 他叫图玛丽兹克尔江 他跟我一样 是一名维吾尔族的少年 然后他真的非常的优秀 他的颜值也超高 他很热情 他很有才华 他用他的热情 也感染着他周围很多很多人 我说实话 我非常的崇拜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就是 没有小我几岁 但他得到了全世界 十五所高校的入学邀请 而且他今天才十八岁 说到这点 我有点自愧不如 他有二十多首原创 就是连我自己可能 一共发表的原创 也没有那么多首 就是让我也很羡慕 并且很崇拜他 为了见到我们现在 这种尴尬的时刻 我们通过一段VCR 去了解一下他吧 他年仅十八岁 是个高颜值的 维吾尔族姑娘 2021年夏天 他同时被十五所世界名校录取 自幼学习钢琴的他 目前已经发表了 二十多首原创歌曲 这一度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在众多网友心目中 他是个美女学霸 是争相学习的榜样 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而生活中的他 也同样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热情 和所有同龄女孩一样 他阳光灿烂 爱笑 爱美 爱拍照 爱照镜子 爱养宠物 他就是图玛丽兹 一个热情的维吾尔族姑娘 她漂亮不漂亮 她厉不厉害 她是不是非常的优秀 是 是 那我们接下来 就用热烈的掌声 去欢迎她上台好吗 欢迎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丽兹 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不知道这样称呼你合不合适 可以 可以 我同学都这么叫我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有个共同点 是热情 就是我有个小提议呀 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这个热情的 我们的方式去迎接我们的主持人上场 可以啊 什么方式啊 那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维吾尔族嘛 我们要不要用我们家乡的舞蹈 一起去把主持人迎上来 来一段即兴舞蹈 好的 调一下 �ê 舅加油 有一段之两 所以원� graphics 现在没安全 就是一段厘 枅 ghost 好 等一下 face 对 超棒 超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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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场形势真的很特别 让我们感受到了 我们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 在歌在舞的这种热情 而且咱们四个刚才 跳这段舞蹈有特殊的意义 此时此刻 我们正在录制节目的这一天 就是我们的波尔邦节 对不对 对 今日快乐 对对对 今日快乐 我昨天刚刚从喀什回来 太棒了 新疆太美丽了 太热情了 谢谢 因为我提议用我们的 这个舞蹈的方式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可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就很热爱舞蹈 然后刚刚那首也是 我们维吾尔族的一首歌曲 然后我就提议 丽姿我们一起用这种 热情的方式 去迎接你们上来 太好了 对 提议特别好 我们现场的氛围 马上就调动起来了 对 你看我看到这丽姿 青春靓丽 然后又这么热情 开朗 肯定你周围也是有很多朋友 喜欢你的性格 喜欢跟你在一起 对不对 对 我是有很多朋友 然后我们班级有很多 有才华的同学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是专门 就他摄影很厉害 然后我又很喜欢拍照 然后他就会给我拍 很多好看的照片 这个就是他给我拍的 确实拍得很有水平 对 在哪里呢 就在哪里 这是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 那个晚餐 就在外面那个台上拍的 这很大片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同学 就是是我的摄友 他画画也很厉害 然后我们有一个作业 他专门画的就是我 这是他画的 然后他画风就是 我很喜欢他的画风 为什么后边会有五线谱呢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 然后他就是把我 而且我还很喜欢玫瑰 他把玫瑰花什么都画上去了 然后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 然后我的衣服也是紫色的 对 然后我还很喜欢红色头发 对 说明你们同学之间 彼此都很了解 对 对 对 那我刚才听那个据来题介绍 你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次收到了 几所学校的陆续通知 十五所 十五所 你这个除了气我之外 报这么多 还有什么 当时怎么考虑的 就是 就是我想要多申请一些大学的话 就是会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因为我当时就很害怕 我万一拿所大学没考上的话 我还有其他的大学可以考虑 所以我就尽可能多的 就是去选择 然后结果 结果下来的那个陆续也比较多 对 我们一般都讲究双保险 对 就是我一所不保险 我报两所 你是十五个保险 结果十五个保险 还都靠上了 太厉害了 你报这么多学校 报的都是什么专业 是不是音乐 心理学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也很喜欢心理学 然后我上大学之后 其实是可以双修专业 就是我想边修音乐边修心理学 因为有人之前说过我的音乐很治愈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把音乐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 然后等我眼睛升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做个音乐疗法啥呢 你别说音乐疗法现在还是真实存在的 对 那你刚才已经说了自己的音乐本身就具有治愈能力 能不能够现场给我们演绎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 期待 可以可以 很期待 那我就唱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十八吧 好 好 我们感受一下 来 有请 请 谢谢 You once taught me how to smile when I was crushed down In front of you at sixteen People always change through time I also change because of you That's why I am braver than before That's why I am corrupt 我的媽媽 once taught me to be brave when I met hard times or else I wouldn't be me I crawled up and wiped my tears and said I will be fine or else you wouldn't see me anymore 一首原创英文歌曲 十八 对啊 刚才我看嘉宾们听的也是如痴如醉 是吧 姿姿 是 就像刚才这个姑娘说到的 就是她的音乐真的很治愈 尤其是在今天 然后我们又非常细心的导音组 又给她准备了各种梦幻的泡泡 然后在光影的折射下 就有一种这个进入女孩的梦幻世界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她歌词写得特别好 其中有一句是 People always change 对 就人们都会变 然后我也在变 对 有一种送给自己十八岁的生日礼物的感觉 对 就其实歌曲里面有很多 歌曲里面的You 你指的是这个世界 就是我在唱给这个世界 感谢她带给我来的伤痛和所有的快乐 然后希望我能忘记以前所有的不幸运 然后好好生活 对 刚才她的那个音乐 实际上写得很成熟 她那个音乐旋律走向 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是 小朋友写出来的旋律 对 刚才我跟巨来提也说呢 声线呢 还有曲风啊 都还是蛮成熟的啊 对 而且那和声是你自己唱的吗 对 是我自己唱的 你看 没办法 天才 小同行 我在想 就是刚才巨来提也介绍 你有二十多首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了 是吧 对 对 似乎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写的 对 就是因为我在上国际学校嘛 枫叶学校 然后就是我们课程 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来教学 然后我在写英文歌的同时 就是可以锻炼一下我的英语水平 然后因为我以后要出国 然后我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 所以我想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中国维吾尔族的青年 是什么样的 就是想把我们维吾尔族唱给世界听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胸怀了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十八岁 对于自己来说都格外地重要 有纪念意义 那我觉得十八岁 今天对于我们利兹小朋友来讲 还有一个愿望 其实可以今天在北京之行实现 是吗 是不是你有一个愿望 我其实 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人 然后我可能会见到他 就是我特别喜欢 你跟买提老师 那你为什么深情狂狂地看着我说呢 对 这个还蛮尴尬的 你刚才的音乐展现出了你的品味 你喜欢的人确实让你的品味 着实拉低了你的品味 这段话很重要是吗 我们听听这怎么回事 有什么机缘巧合在里面 因为你跟买提老师也是维吾尔族人 然后我觉得他很努力吧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上了那个微博热搜之后 其实恶评也很多 但是当时也有很多暖心的人 就是鼓励着我 然后你跟买提老师也是发了那个评论 就是鼓励我勇敢飞 所以我就就是很想见见他 然后我真的又被鼓励到 对 所以很感谢他 就是其实我也蛮崇拜小妮哥的 为什么 就是我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吧 因为首先我们维吾尔族 小妮哥其实算是我们一个骄傲的 对 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然后我们小妮哥 从新疆走出来到这一步 就像是我的每一个目标 可能我以后也要这么成功 所以我很努力嘛 然后二就是 我是去年去参加的央视华彩少年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比赛中会有很多斑斑磕磕 不会很顺利 但是小妮哥给了我很大的能量 这么爱鼓励人啊 其实我也有一个秘密埋藏在心 这么多年来 他也曾经鼓励过你 没有 我特别想鼓励他 以后继续多鼓励别人 小妮哥也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主持人 对 那你今天怎么没鼓励一下小妮哥 来到我们现场呢 但是因为他在录像 我知道他的档期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导演带着你去跟他见个面 是 放心 这个不会有这个遗憾的 我们导演呢就是给你申请一个绿色通道 带你去探班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们18岁少女的心愿呢 还是要尽量去完成的 对不对 没错 必须满足 咪七一夜 什么 Пом 不思认 我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爸 要akah 他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找到这样一个努力的目标 喜欢的偶像 反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18岁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度过他 今天我们看到非常少年的18岁 可能更加多彩 更加丰富 而且我觉得在你的世界当中 有音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音乐是你掌握的 除了维吾尔族的语言 除了汉语之外的第三种语言 你可以用它去肆意地表达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迷茫 自己的困惑 甚至自己的追求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最后送你一句话吧 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存在 是不可辜负的 一个是音乐 一个是爱 希望你带着爱 勇敢地展开梦想的翅膀 去放飞它 去追求它 我们都愿意做你的听众 希望你带着音乐再次回来的时候 能够听到我们的掌声 太感人了 我对你只有一个期许 当你的第一盘专辑出版的时候 寄给小妮哥的同时 也给在下寄一份 可以吗 好的 因为我也是你的歌迷了 这来题也一样 我也要一份 你们就连掏钱买人家专辑都不愿意 还都让人家给寄一份 寄一份签名的 我自己会花钱支持你的演唱会 好的 每一位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的少年 都会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小小鲁班非常少年荣耀时刻 请看 这座非常少年奖杯代表了我们栏目组 对丽兹对你的肯定与支持 希望你在未来的道路上可以一帆风顺梦想成真 谢谢 是的 来 接下来有请二位共同去领取这座非常少年杯 别忘了我们口号 那就是 荣耀吧少年 天呐 不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 无人间 纷纷扰扰 如酒吵闹 心中了然 你不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